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田园诗意 自然元素与美食的完美融合 田园诗意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从古老的诗篇中飘来的清新空气 仿佛能让人瞬间置身于阳光明媚的田野 耳边响起小夕缠缠的声音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自然元素与美食的完美融合 顺便加点幽默 让这场讨论不至于太过严肃 首先 田园诗意的核心在于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 古代诗人们常常在田野间徘徊 观察四季的变化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比如 唐代诗人王为的山居秋名中描绘的那种宁静的山林景象 简直让人想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去山里露营 顺便烤个香肠 想象一下 坐在山顶 手里拿着一根香肠 嘴里咬着 心里却在迎送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这就是田园诗意的魅力所在 而说到美食 自然元素的融入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想象一下 春天的田野上 鲜花盛开 蜜蜂忙碌 正是制作蜂蜜的最佳时机 古人就懂得利用这些自然馈赠 制作出美味的食物 比如 古代的蜜饯就是将新鲜水果与蜂蜜结合 既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 又增添了甜蜜的滋味 今天 我们也可以在家尝试做一些田园风味的美食 比如 用新鲜的草莓和薄荷叶做一份清爽的沙拉 仿佛把整个春天都装进了盘子里 当然 田园诗意不仅仅体现在食物的味道上 更在于那种生活的态度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 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哪怕是简单的吃饭时间 想象一下 和朋友们在户外野餐 四周是绿草如荫 阳光洒在脸上 手里拿着自制的三明治 嘴里咬着 心里却在想 这比任何米其林餐厅的菜都要美味 这就是田园诗意带来的生活乐趣 最后 田园诗意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 更是视觉的盛宴 想想那些色彩斑斓的蔬菜水果 摆在餐桌上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我们可以用这些自然的元素 创造出既美味又赏心悦目的菜肴 比如 制作一份五彩缤纷的蔬菜拼盘 仿佛把整个田园的色彩都搬到了餐桌上 总之 田园诗意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片宁静的乐土 无论是自然的馈赠还是美食的享受 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忙碌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在田园间 享受那份来自自然的灵感与快乐 毕竟 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 越简单越动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时光旅行 古今交融的美食盛宴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时光旅行 目的地是古今交融的美食盛宴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 带着现代的味蕾去品尝古代的美食 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体验啊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中国 想象一下在唐朝的长安城 街头小吃滩上飘散着的香气 那时的美食可不仅仅是饺子和包子 唐朝的厨师们可是有着美食艺术家的称号 他们会用各种香料和调料 制作出色香味 俱全的菜肴 比如 唐代的唐葫芦 其实是用蜜剑水果串成的 想象一下 咬一口 甜蜜的滋味瞬间唤醒你的味蕾 仿佛回到了童年 而在西方 古罗马的美食同样让人垂涎欲低 罗马人喜欢用鱼酱 Garam来调味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现代的鱼露 不过 古罗马的鱼酱 可是用发酵的鱼内脏制成的 味道独特 甚至有人说 它是古代的调味品质王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和现代的意大利面结合 或许会创造出一种古罗马风味一面 让人又爱又恨 当然 时光旅行的美食盛宴中 不能不提到香料的故事 中世纪的欧洲人 为了追求香料的味道 甚至不惜冒险穿越海洋 结果发现了新大陆 想象一下 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 手里拿着一瓶肉桂 心里想着 这可比黄金值钱多了 而如今 我们在超市里随便一抓 香料就像是打折的商品 真是让人感慨完迁 再说说现代的美食创新 如今的厨师们 喜欢将古老的食谱 与现代的烹饪技术结合 创造出分子料理 比如利用叶旦制作的冰淇淋 让人仿佛回到了古代的冰镇甜品 但却又是现代科技的结晶 想象一下 古代的厨师们 如果看到这一幕 可能会惊呼 这是什么魔法 最后 时光旅行的美食盛宴 不仅仅是味道的交融 更是文化的碰撞 每一道菜背后都有故事 每一种食材都有历史 无论是古代的美食 还是现代的创新 他们都在告诉我们 美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用一顿美餐时 不妨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那些古代的厨师们 在你面前忙碌的身影 或许你会发现 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穿越时空的美好体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极简主义 简约而不简单的餐桌艺术 极简主义 这个词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时尚的餐厅菜单 里面只有几道菜 但每一道都让你回味无穷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极简主义 简约而不简单的餐桌艺术 首先 极简主义的核心理念是 少及是多 在餐桌上 这意味着 我们不需要一大堆 花哨的装饰和复杂的菜肴 反而是通过简单的元素 来突出食物本身的美味和质感 想象一下 一块完美的牛排 旁边只放着一小撮海盐 和几片新鲜的香草 简直就是一幅艺术品 这就像是把一首交响乐 缩减成一段优美的读奏曲 虽然简单 却能让人心灵震撼 有趣的是 极简主义的餐桌艺术 不仅仅体现在食物的呈现上 还包括餐具的选择 想象一下 您在一个极简主义的餐厅里 服务员端上来一只白色的陶瓷盘子 上面只有一片精致的生鱼片 旁边是几滴酱油 您可能会想 这就是我的晚餐 但当您品尝到 那一口鲜美的生鱼片时 您会明白 极简主义的魅力在于 它让每一口都成为一种体验 而不是一种填饱肚子的方式 说到极简主义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厨师 他的餐厅以极简主义著称 每当顾客点餐时 他总是会问 您想要多少种配菜 顾客们通常会回答 三种吧 而这位厨师总是微笑着说 不 今天只需要一种 结果 顾客们每次都被那一份 简单的配菜惊艳道 纷纷表示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一根胡萝卜 可以这么好吃 极简主义的餐桌艺术 还强调了与食物的连接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常常忙于工作和生活 忘记了享受食物的乐趣 极简主义提醒我们 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一次与食物 与朋友 与家人之间的亲密交流 试想一下 您和朋友围坐在一张 简单的木桌旁 面前是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大家分享着彼此的故事 笑声不断 这才是餐桌的真正意义 总之 极简主义的餐桌艺术教会我们 生活中有时候越简单 越能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美好 就像那句老话 简单就是美 所以 下次当您在餐桌上 看到一盘简单的菜肴时 不妨停下来 细细品味 或许会发现其中的无限可能 毕竟 简约而不简单 才是生活的真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一起踏上了一场关于田园诗艺 美食盛宴和极简主义的奇妙之旅 通过自然与美食的融合 我们领略了田园诗的魅力 感受了古今交融的时光旅行 最后又通过极简主义 找到了餐桌艺术的真谛 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不仅学习了如何欣赏大自然的馈赠 也发现了美食背后蕴含的文化与历史 田园诗艺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宁静 时光旅行则带领我们回顾了古代美食的迷人之处 而极简主义则让我们明白 简单的美食同样可以带来无穷的快乐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或许我们都需要一点田园诗艺的浪漫 一场古今交融的美食盛宴 或者一份极简主义的精致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下来 享受每一口食物 和朋友家人分享那些简单而美好的时刻 最后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没有在生活中体验到田园诗艺的美好 或者你最喜欢的古代美食是什么 又或者你对极简主义的餐桌艺术 有什么独特见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讨论 分享你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美妙的美食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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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